大家好 我是陈寗 我们今天呢 又要来聊聊这个 动漫给我的人生体悟 之前呢 有跟大家聊过就是哥布林杀手 就是哥布林杀手给我的人生体悟 就是千万不要跟弱者组队 宁可呢 去跟这强者组队 然后在里面打杂 也不跟弱者组队 就是一个 您为牛后不为鸡手的概念 那今天呢 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要讲这个 其实热血漫画呢 一点都不热血 就是我们如何呢 从这动漫里面呢 去看到这社会与人间的现实 你看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感觉好像很改观的 可是呢 我真的必须要说呢 动漫 真的我很推荐 就是 大人跟小孩一起看 因为呢 你跟小孩一起看 你可以教会他很多 很现实的事情 可以避免他因为看了动漫呢 走上奇怪的道路 比如说呢 有很多朋友看了这马拉教室GTO 之后呢 就跑去当暴走主 觉得说当暴走主很帅 可是呢 他没有看到这中间呢 有多少的心酸血泪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作为家长跟小孩一起看动漫 就可以 适当地 适时地告诉他 这个地方要注意 比如说我妈小时候就让我看蜡笔小新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这个都被说是 所谓的儿童不遗的漫画 可是我妈就让我看 我小时候看两个蜡笔小新加油见口 两个都是儿童不遗 可是我妈呢 就会告诉我说 你看如果这样的话 人家就讨厌你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知道啊 像那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呢 大人跟小孩一起看动漫 是很要紧的事情 那今天呢 要讲的重点就是 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 一点都不热血 那今天举例的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海贼王 海贼王呢 可以算是呢 这个十几年的热血动漫 老牌动漫 可是呢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热血 里面是赤裸裸的 这个社会人情事故 甚至呢 是牺牲朋友来成就自己的 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别忘了留言 陈寗你好棒 那我们就 开始了 为什麽要讲这海贼王呢 其实呢 我会想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因为看海贼王 但实际上呢 像海贼王那这样的故事 有很多 比如说像悠悠白书啊什麽的 这些漫画呢 都有一个共通特色 就是呢 这个主角很强 强得离谱 然后呢 这个很强的主角呢 他们有一个共通特色 就是呢 他们有一个强的离谱的老爸 那这其实反映了日本一个 算是长久千百年来的社会现象 就是非常重视血统 这日本人呢 他非常重视血统 很强的儿子呢 一定有很强的老爸 比如说呢 普范幽柱 就是悠悠白书的主角 他就有一个很强的老爸蕾蝉 那或者是呢 这个很厉害的柯南 龚腾新一 他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老爸 那龚腾新一都追不上的龚腾幽柱 一个已经让FBI 跟日本公安警察吃别的 这个日本少年 居然还有一个比他强的老爸 或者是呢 猎人的主角小杰 也有一个很厉害的老爸 这个火影忍者呢 这个名人 他有一个很强的老爸 所以呢 日本的动漫就是这样 很强的主角一定有很强的老爸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海贼王的主角呢 我想啊 这个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啦 这我妈都认识了 就是鲁夫 但还是让你看一下 这个鲁夫呢 他有一个很强的老爸 多拉格 就是这一位 多拉格 那多拉格呢 还有一个更强的老爸 叫卡普 但是呢 不重要 反正他们呢 都是名字里有低的男人 那这些人呢 为什麽我要特别强调 他一个很强的老爸呢 因为呢 很多人看到鲁夫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说 我要当海贼王 我要像他一样 然后很热血地出海 然后就绝对可以 披荐斩棘 然后可以遇到好伙伴 然后呢 就可以一路地冲到新世界 成为最明亮的那颗星星 很多朋友看了海贼王之后 就会有这个想法 然后呢 不顾一切地就冲了 冲了之后呢 常常就栽跟斗 那为什麽会这样子呢 甚至鲁夫不会呢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鲁夫呢 看似一帆风顺的这个航程呢 其实 他走的是他爸爸的 为他安排的一条路 而且呢 他在这一整条路上呢 他爸爸不断不断地为他提供庇护 比如说 我们讲第一个故事 当鲁夫呢 他去参观了这个海贼王案 罗杰被斩首的那个城市之后呢 他遇到了他人生第一个难题 就是海军的施摩格 来追他 结果呢 这个一开始呢 这战斗能力呢 非常烂的这个鲁夫呢 就被施摩格抓到了 那差一点呢 就被送上 这个斩首台 结果呢 这个时候发生什麽事呢 来 我们来回顾这张名场面 多拉格出现了 抓住了施摩格 告诉他说 给年轻人一条路吧 让他继续往前进吧 老爸亲自出来 你又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你出去跟人家打架 打完之后 你爸爸会不会出来 然后抓住条子 然后揍条子一拳说 放我儿子走吧 给他一条路吧 会有这种爸爸吗 不会 你爸爸只会说 对不起 是我没把小孩交好 我可以交保 让他把他带回家吗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呢 一开始 人家海贼王一开始的路 就有爸爸的庇护 而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爸爸 通常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 并不会有一个革命家老爸 每天都在造反 通常不会有这种事情 那好 当这个 这个鲁夫呢 顺利地走走走 走到了这恐怖岛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鲁夫他必须要确认他的伙伴 是不是可以继续跟他走下去 因为呢 曾经跟鲁夫搭伙的人很多 但是并不是每个都可以跟鲁夫成为伙伴 比如说呢 这个 正妹王女 这维维 也曾经呢 就是要跟他搭伙 可是他没办法嘛 因为 把这个维维呢 让他继续当他的公主 当他的王 显然对鲁夫比较有帮助 所以就让他留在那个他的国家 不要上船 上船就没有了 他就是海贼 但是他当王的话 至少还可以以王的身份给鲁夫一点保护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鲁夫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 是心机鬼 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叉叉 然后给他叉叉之后呢 就把那个人家的芳心永远绑在自己身上 超可怕的 那后来呢 刚刚讲不是说这个鲁夫来到恐怖岛吗 恐怖岛这个时候呢 这多拉格老爸 就是这老爹 他又出现了 那他这一次不是他自己出现 他派谁呢 派他们革命军的其中一个主管 就是大雄 大雄就出来了 大雄来干嘛呢 大雄来帮他验证他的这个最来路不明的伙伴索隆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雄做了什麽事 他用他的能力把鲁夫的伤 还有他的皮类 全部把他弹出来之后 告诉索隆说 如果你要救你的船长 你就把这些痛苦给我吃下去 把你的伤给我吃下去 然后呢 如果你愿意吃 我就放过你的船长 用这麽这麽诛心的方式呢 去确认索隆是不是真的 真的对鲁夫是忠诚的 真的很变态老爸 不愧是革命家 所以呢 这个索隆有没有这麽做 这绿头 这个头顶范绿的男人呢 他就真的这麽干 就真的手放下去 然后就给他 啪 然后爆得全部满地都是血 然后香吉斯过来的时候 吓了一跳 然后不但是名场面索隆这样 名场面 然后也名音乐 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场面 把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把鼻涕 és把眼泪 觉得索隆真棒透了 但是你们有想过 他其实只是多拉格 对索隆的一个试炼 来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对我オオ正 真的忠诚 这种事情以前没有發生过 有嘛 谁 刘备 刘备是不是干过一样的事情 他故意把自己的儿子刘禅 把他留在敌军那边 然后派他的常山赵子龙 七进七出常山赵子龙 然后把他的这个刘禅救回来 救回来之后刘备感动了 我这个太厉害了 但是呢 不行 我要这个赵子龙对我忠诚 于是他把他的刘禅摔在地上 然后呢 说差点误我冠军侯 常山赵子龙差点就挂了 区区刘禅算什么 你看 这刘备就是这样干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说刘备真的是个心机鬼 你看到这索隆被这样试炼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说 鲁夫真是个心机鬼 鲁夫根本不会死的嘛 他这个伤得再重 他只要吃很多肉就会好的人 他为什麽需要让索隆去参与那样的试炼呢 所以你看 多拉格在对自己的儿子呢 他的保护是 做得非常好的 那后来呢 这多拉格呢又发威了 什麽时候他继续帮他铺路 在鲁夫到前进城的时候 推进城的时候 他去推进城要去救罗宾 然后自己不是就身陷监狱裡面吗 这个时候呢 多拉格发现 不行 我儿子呢 空有这个会讲这热血的话 可是呢 一点磨绿能力也没有 而且身体不够强 所以呢 他就派他的另外一个革命军领袖 仁妖王 仁妖王出现了 就是这个仁妖王 仁妖王呢 还教他伙伴的重要性 于是呢 鲁夫又更强了 然后就突出了这个推进城 你看 从一开始 鲁夫从那个小村庄离开开始 那一路走的 都是他爸爸为他铺好的路 那一直到呢 鲁夫即将进入新世界的时候 他爸爸发现 糟糕 自己给自己儿子铺的路 真的太顺了 而且给自己的儿子的庇护真的太多了 他儿子还不够强 去新世界一定会完蛋 所以他又做了什么事情 又一次派出大雄 把鲁夫跟他的伙伴们 把他的伙伴呢 一个一个散到适合他的地方去 然后让他们再修炼两年再回来 所以呢 你看 鲁夫这个是不是一直都在他爸爸的庇护下成长的 而且呢 为了避免呢 这些伙伴全部都不在了 这个千阳号会被烧掉什么的 他还让大雄就在那边 保护这个千阳号 保护了两年 就是这个又是一个名场面 所以呢 你说这个鲁夫呢 他是不是真的凭着一腔热血走到那里呢 其实没有 他其实是凭着爸爸的庇护 还有爸爸的保佑 还有爸爸的帮助呢 就是在一个爸爸之路 这样走呢 一路走到那个新世界去的 其实呢 鲁夫本人呢 你说他没有很努力 其实没有 真的呢 在这个韦田荣一郎画的这个漫画里面 其实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索隆呢 他是日以继夜的不断地训练 但是鲁夫干嘛 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吃饭睡觉 然后他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他也是船长 所以呢 看这个海贼王的时候呢 我就说其实 海贼王呢 会教我们一些东西 比如伙伴的重要性 新的伙伴 但是呢 其实他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呢 是人间的现实 他裡面呢 天龙人让我们看到人间现实 但是鲁夫一切的特殊待遇 还有他的这一路的顺遂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强的老爸 还有一个很强的爷爷 到底是有多麽重要的 那我们再说这个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多拉格又被为鲁夫铺了哪些路 刚刚不是说了吗 大雄把这个鲁夫的伙伴嘛 散到这个各个地方去啊 让他们再修炼两年 那看起来好像很随机 但其实一点都不随机 因为大雄把他的伙伴散出去的地方 都是针对那一个就是这个伙伴他所需要的能力 把他送到那里的地方 所以那美去了哪里 天气岛 这个 那个 这个我很不喜欢的角色 所以我一直忘记他的名字 就是那个机械弗朗基 为什么不喜欢他 纯粹他长得丑 不是他怎么样 其实他是很可靠的角色 我必须为他平反一下 他是一个很可靠的角色 只是他长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 没那么喜欢他 弗朗基呢 他去了哪里 去学习科技 然后呢 这个相级是没有什么好训练的 但是呢 要激起他这个身为王主的骄傲 还可以继续训练自己 所以要把他散到他最可怕 最害怕的地方 所以把他散到人腰岛去 你看 这些呢 都是 专门为了训练这个 伙伴 把他送去的地方 根本不是什么大雄把他散走随机 没这回事 你真的要说 这个多拉格有多么心机 你看他把罗宾送到哪里 罗宾呢 在这个鲁夫的伙伴里面呢 是最危险的女人 因为呢 他掌握着呢 找到one piece的秘密 而且呢 他曾经有背叛的记录过 而且长得他很漂亮很性感 所以呢 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 所以呢 你看 大雄把他散到哪里 把他散到多拉格的身边去 放在老爸的身边好好的调教 你看都不会出事 罗宾如果你忘记是谁看一下 就是他 他把他放在老爸的身边呢 两年的时间 教他革命组织的应用 顺便对他做一些洗脑 对他做一些训练 那你看 爸爸是不是真的帮鲁夫的路都铺好了 那最后呢 再来给大家一个 不一样的想法 很多人呢 看到鲁夫在新世界遇到他的哥哥 萨坡的时候呢 觉得感动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这个鲁夫终于找回他的哥哥了 他的两个哥哥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 真的觉得很棒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萨坡的战力这么强 而且他跟艾斯是这么好的朋友 为什么萨坡没有去救艾斯 萨坡的理由呢 是说当时呢 革命军派他去执行一个任务 但是呢 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派他去执行任务 而不是让他去救艾斯呢 自己的儿子都去出生住室了 为什么不去救艾斯 还有比这个儿子的安全更重要的吗 为什么要让艾斯走到这一步 像这样子又是一个名场面 就这样一拳死掉呢 因为 艾斯是罗杰的儿子 他是 竞争海贼王最有力的竞争者 所以你看他不是被白胡子视若珍宝吗 所以 那个 多拉格呢 他就知道 艾斯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跟自己儿子抢海贼王的宝座 只有艾斯 所以艾斯必须死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谁可以去救艾斯 通通不该出现在现场 所以你看 多拉格多星机 用一个艾斯 干掉了这个海贼王的有力竞争者 还干掉了另外一个白胡子 也是一个海贼王的有力竞争者 然后顺带着呢 一大堆的势力都被瓦解 这部戏最可怕的呢 就是这个多拉格 从头到尾呢 你说这部戏由谁是真正的 这个幕后主使者呢 就是多拉格 他是最可怕的藏进人 他也是这整个故事呢 为鲁夫铺好整条路的 最可怕的大魔王 所以呢 你说海贼王呢 在我看来呢 有什麽热血呢 没有 他让我看到呢 满满的就是一个靠霸足的重要性 你有一个好爸爸 他可以帮你很多 你有一个有力的爷爷 他可以让你呢 就算海军要抓你呢 依然可以让你跑掉 这真的是非常现实的一部动漫 今天呢 就讲到这裡 对于这海贼王呢 如果你还有任何看法或想法 或者是呢 你有一部动画 你很想听听看 陈寗会给你什麽样不一样的故事 欢迎下面留言 我们之后再来讨论 那另外呢 也顺便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之后 觉得非常地喜欢 记得下面就有连结 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加入频道会员呢 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更多的影片 我有一些 会谈谈我的一些心路历程 或者一些我自己生活的影片 当然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让我们的影片变得更好 现在你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呢 会发现画质更好了 声音更好了 有剪接了 而且还有字幕了 这些好呢 都是感谢我们的频道会员 做出的贡献 才可以让我们的影片越做越好 所以呢 喜欢我的影片 下面就有连结 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支持陈寗做更好的影片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裡 我是陈寗 我们明天见 拜拜